平川说电竞 天天了莫兽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兽组和王林之间的精彩对抗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 出现在地图左下角的是红色的兽人 RWFLY 我们的兽王 好 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 蓝色的王林选手四哥 看一下双方一个首发英雄 好 王林这边首发的是DK 然后造这个坟场应该是科技蜘蛛流 我们看一下FLY这一边 FLY首发小歪 可以可以可以 首发小歪打这个王林 我们看一下这怎么打呢 一般我们来看是吧 要么首发剑胜啊 一直打保留 或者是首发先知 和牛头能酋长两个配合 杀英雄非常厉害 那这一波首发小歪 看怎么打 好 小发小歪一上来 勾一个电盾 这个练击效率就非常的高了 好 四哥 这个四身过来 要不要摸一下 找机会摸一下 好 现在DK马不停蹄的 往这边来冲 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抢到一个怪 咦 小歪小歪小歪一丝一血 小歪一丝血很危险啊 小歪一个C过来 小歪只有29滴血 好 现在只有4滴血了 刚才啊 幸好 幸好他一技能啊 集中生智啊 生了一个加血 否则再一个C过去 小歪就命不久矣 好 小歪过来 买个药膏 贴一下 DK又一个C过来 咱们DK不敢冲进去啊 对面里面对于DK来说 太危险了 那DK又要来C吗 但是你一个C 别人一个药膏就补回来 好像也没怎么赚 好 看DK啊 趁小歪血量不健康 那过来把这边怪给清理一下 现在弗来生了200 两个大鸡 追着这个DK来砍 DK感觉有点打不过 先稍微后退一下 那双方都升了200 看一下这边DK 带着三个小骷髅 好 又要找两个骷髅了 好 骷髅一直 他在偷偷摸小歪的血 咦 小歪升到二级 那小歪升到二级 有了妖术 那DK要稍微小心一点了 被对方一个妖术 在A几下 确实有点受不了 好 一上来 一个妖术 大鸡锤 小歪A 这一波下去的话 再开一个加速 再一个妖术 哇 这一波DK不会被秒掉吧 我们看一下 DK要交回尘吗 想打一下怪 把怪打醒 但是又被一个妖术 哇 两个妖术一上来 直接把DK给秒了 你敢信 这小歪前期这么猛的吗 感觉比剑圣还猛啊 好 练一下这个狗头怪 这个狗头的霸虚 非常利害啊 一敲一个晕 这晕还是晕半天 小歪赶紧喝一口 进化药水 补给一下 看一下四个这一边 两个蜘蛛已经出来 开始勾引一波怪 勾到里面来练一波 等自己的DK出来 就开始收割了 小歪的装备啊 不错 打了一个头环 加一个加速手套 看一下 一上来就想练这个 雇佣兵营地吗 胆子是有点大啊 这连击效率 真的不是一般的高 好 又开始摆好阵型 勾一个闪电盾 好像没勾到 好 没勾到 那这还是得照样练 日子是吧 还得过 这个中立冠还得练 好 这边DK 从祭坛中出来 开始继续练一下 清理一下门前这个小点 好 清理完整 顺利到二级 再清理一波 看一下科技情况的话 亡灵这边 二本深码 好 立刻点了三本 巫妖即将走出祭坛 看一下 弗莱这一边 二发什么英雄呢 祭坛没有亮 应该是要招一个中立英雄 那按以前的打法 大概率是这个大屁股 因为大屁股后面这个分裂伤害啊 这个小外套后面加血 大屁股一个人往前冲 还是很猛的 果然 弗莱这边挖了一个大屁股 大屁股看一下 一上来赶紧练级 没有等级的大屁股 跟嫌疑没什么区别 这弗莱造了一个战争模仿 好 那后续是要出这个 科多还是出这个猎头者呢 我们看 三级的小歪 二级奶确实很凶 大屁股一个人顶在前面 一技能生的是分裂伤害 好 打了一个大雪 非常不错 四哥这边也在处理自己的分框 看一下这个石头人打掉能出什么装备 诶 这四哥运气不太好啊 打了一个吼叫卷折 好 现在小外稍微的退浪一下 是吧 让大屁股一个人享受经验啊 大屁股要速练三级才行 好 练完这个雇佣兵营地 现在他屁股已经二级一大半 即将三级 这练级效率确实有点高 亡灵这边想练雇佣兵营地 发现已经被对方给练完了 那接下来练一下这个石头人 石头人这一波 这石头人看起来有点害怕 就66 这三个数字是不是非常非常熟悉 好 这波普赖再练一波 这个商店 商店练完 小歪到四级 大屁股到三级 那基本成型了 这些两个头环啊 直接给了这个大屁股 非常猛 这个装备非常好 无敌是吧 大雪 好 一上来就开始冲亡灵的主框 有点凶啊 亡灵这一边 哎 练极把乌妖给练死了 你敢信 也三发了一个大屁股 这四哥好像手抖了 练这波大点 看到弗赖冲自己的主框啊 操作没操作过来 这乌妖被石头人给敲死了 你敢信 好 论实力来说啊 四哥还是可以的 在二线选手当中 应该属于顶级的 那有时候和莫和他 和那些 英飞啊 也能够 迎击盘 所以这个实力 还是很不错的 啊 这一次啊 之所以 死英雄啊 纯属意外 纯属意外 好 弗赖现在放下了自己的分框 那这边四哥的侦察意识 还是非常强的 小素森很快就发现了 弗赖这个意图 那接下来是要带一波 并来冲这个分框吗 主要是这个二级乌亚 死得有点渊 节奏非常 节奏拖了非常的多 不过这个装备打的倒是不错 打了一个辉煌宽环 那恢复魔法值非常有用 小Y这边四级 大屁股三级继续练 看一下大屁股能不能练到五级 五级大屁股 那团战起来几乎无敌啊 一个人顶在前面 可以打对方一对兵 好 现在轮到这个弗赖连连这个石头人了 看这一波会不会被对方给抓到 两个小骷髅过来看一眼 好 现在狼起一个网 那看到没了一个围杀 漂亮的围杀 好 现在四哥冲了过来 那双方要交战一次吗 乌妖带球冲了出来 一上来看一下 首先把大计一蹲骑射 好 不赖的大屁股往前冲 三级 等级非常高 四哥的大屁股也往前冲 但四哥的大屁股好像伤害有点少 打不太动 双方都是靠四个大屁股往前冲 好 一个吼减伤害 打完这一波 好像 弗赖稍微有点顶不住了 弗赖有点顶不住 这个大屁股要被围杀吗 三级大屁股 果然四哥的围杀 还是有欠缺一些吼后 好 一个大计被A掉 那四哥的大屁股升到了二级 接下来看一下 一个吼 看一下 切这个加雪车 A狼旗一个网 对 要配合狼旗的网 才能成功切掉对方 这Fly的兵 明显就是集结点射错了 自然从这边赶过来 好 现在Fly是因为这个兵 来的不及时 集结点射错了 所以打了半天自己的兵力越来越不够 这一波就是因为这个小失误 导致团战 没这么打赢 我们看一下 发现这个 缺点之后 Fly立马调整一下 那这个兵源源不断的赶到前线 小Y一个奶 四级小Y 有点危险 这个血量不是特别健康 好 再一次把加雪车给网住 把加雪车处理掉 那王林这个恢复能力 大打直扣 这边 大屁股一上来 一个分裂伤害 分裂潮猛 大屁股也需要打一波兵再好 一个一个打的话 这个性价比有点低 好 终于干掉了一个蜘蛛 哎 有点难打呀 好 又一个王 网住了刚刚过来的加雪车 对 首先 集合单位 应该是这个加雪车 王林有这两个 是吧 独流车加雪的话 恢复能力特别的强 这一波越打的话 受阻的兵越少呀 感觉 哎 难道 Fly要被对方给打没了 这一波 虽然你大屁股很强 但是这个四个根本就不打大屁股 先把其他的兵给处理掉 好 现在看到加雪车 继续处理这个加雪车 一个狼鸡赶紧跑 好 这小Y没有回程啊 有点小害怕 小Y只有一个小无敌 好 小Y最后一个刀扔过去 赶紧把这个加雪车给处理掉 狼鸡一个网 大屁股继续处理这个蜘蛛 但是对方哎 又一个围杀 大屁股啊 有个大雪 赶紧磕大雪 赶紧磕大雪 得磕完一个大雪 赶紧再交一个无敌过去 再交一个无敌 但好像也顶不了多久了呀 好 这大屁股的分裂伤害有点猛 有点凶 一个蜘蛛被干掉 但是还是来不及啊 对方伤害太高了 三级的大屁股被对方带走 小Y也很危险 现在小Y没有保命道具 那幸好DK 这个魔法值不太够 小Y磕了一个净化药水 看要不要把大屁股买了出来 好 直接把英雄给买了出来 狼奇一个网 限制一下DK的追杀 那现在乌鸟啊 带着大部队 开始去打这个弗赖的分框了 那这分框怎么办 首先赶紧把地洞给修理一下 小Y去买了两个群补 一个无敌 有钱有钱 这弗赖明显啊 就忘了造兵了 对去年年底的弗赖状态 还不是特别好 今年WCG的弗赖 那才是巅峰状态 好 这边一直在拆这个地洞 这个地洞 看一下 这农民修还修得很给力啊 修到自己的大部队过来 说弗赖 有点跟弗赖打比赛 我感觉很多职业选手受不了 打着打着啊 这弗赖不是没兵吗 怎么突然就爆了一大队兵出来 弗赖就说 哎呀 这就是服兵是吧 也有优势也有优点啊 服兵优点就是总是让人大吃一惊 好 现在大屁股一个人上来冲 但是这个保命道具也不多啊 好 直接给他一个无敌 那无敌顶起来 小歪可以拿起来了 首先把轮足 哎 这些 首先把这个四哥加雪车处理掉 好 两个加雪车处理掉 那大屁股成功升到了四级 四级大屁股一个吼还是很厉害的 那接下来要处理什么东西呢 接下来 哎 把DK给围住了 你敢信 把DK围住了 小歪一口奶 大屁股好像有点顶不住啊 弗赖的大屁股 四级大屁股有点顶不住 赶紧撤 哎 看看 哦 好 弗赖的大屁股倒下 那四哥的DK也倒下 接下来 看到底是谁收割水呢 现在继续处理一下加雪车 哎 小歪小心 小歪小心啊 现在有这个大忌稍微卡一下位置 大忌卡一个位置 往后退一步 这边狼奇就可以开始收割这个蜘蛛了啊 感觉还是亡灵这边啊 更需要DK 兽族这一边啊 对大屁股的依赖 还没有那么严重啊 最起码大屁股倒下之后 兽族的大部队 并没有兵败庐山倒 哎 这边 弗赖不买出来吗 而是选择在祭坛慢慢复活 这好像花的时间要有点长啊 好 现在把对方的大屁股给围杀了 看 哎 好 一个变防止DKC 那行 成功把对方的大屁股击杀 那接下来 这一波 感觉蜘蛛这个兵种真的是有点费啊 输出好像费点也不高啊 海里靠无瑶和DK打伤害 好 现在开始慢慢切这个蜘蛛 有一个蜘蛛被切掉了 一个狼蜘换一个蜘蛛 DK到四级 DK到五级 DK到五级 DK到四级啊 这打下去 这亡灵英雄等级好高啊 小Y一个人 五级快六级了 但感觉小Y的成长空间 好像越到后面越不太行啊 五级一个N 这两个苦弓 四个苦弓 就倒下 最后一个苦弓 终于极限之间跑到里面去了 看一下这边大屁股 大屁股终于出来 四级大屁股出来 那这一波 手足有得打 手足有得打了 往 先把车往一下 往一下车 得又一个车过来 是吧 往个车 先把车给处理掉 这边狼蜘走位 要非常小心 往没雪的 赶紧拉开来 好 小Y三级奶一个奶 非常强 那再打一个加雪车 再打一个加雪车 小Y可以成功升到六级了 看六级会不升大招 那一般应该不会啊 一般都是升 要么三级加雪加三级妖术 好 这边这个车子又要被带走了 DK在追这个科多 科多肚子里面有一个蜘蛛 好 蜘蛛倒下 车子倒下 小Y成功升到了六级 但是 他屁股好像没有吃到经验 那经验都被小Y吃到 小Y六级 大屁股四级往前冲 四哥的大屁股也出来了 四级打三级 那应该也在四级占一点优势 一个吼 那受足伤害 要减不少 狼奇直接减九 有点猛 小Y又一口奶 但是自己的大屁股又差点被围杀 幸好这个大戒稍微放门卡了一下 双方又是一场落搏战 这一局比赛双方各种落搏战 好小Y磕了一个奶 那这边V级关头 又给大屁股一个奶 那大屁股这个输出有点爆炸呀 这王红铃好像有点挡不住了 好一丝一血的大屁股顶起了无敌 这小Y一个N这个伤害还是非常的高 现在 Fly的兵还是过来的有点慢 那有点打不过 赶紧贴个加速撤一下 小Y一个单船 幸好对方没有打断技能 那这样再耗下去感觉王林这边好像有点打不过呀 主要是这个加雪车站不住 如果加雪车能站住的话 靠这个 这两个英雄的NC小Y处理一下 那没有奶的这个大屁股就站不住了 好现在四哥继续冲上来打Fly的这个分框 同时我们看一下Fly这边继续找加雪车的麻烦 好一个网 那这个加雪车要被处理掉了 科多 诶科多想咬一口没咬到 再咬一口终于咬到了 科多一吞到蜘蛛主赶紧跑啊 脱离战场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输出是吧 好这边继续处理这个毒流车 但是处理毒流车的过程中 诶大屁股好像要被围杀了呀 幸好有自己的冰稍微卡位一下 这个都是细节操作啊 好打完这一波 诶小Y的魔法制不太够 稍微往后拉扯一下 恢复一下 那这边又一口雪奶上 奶上 诶四哥这边有点膨胀 继续追 主要是追科多 科多里面肚子里面有货 好一个网 网柱加血车 那会影响这个网林进攻的一个不 节奏 好这边慢慢的辅来 把对方引到了自己的大本 那这边引到大本的话 补给能力就特别强了 但自己的大屁股又被对方给围住了 怎么办 好一口奶奶奶回来吗 奶不回来呀 好小Y赶紧买了一颗雪 买了个雪能递过去吧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这一口雪没有来得及递过去 那这一波失去了大屁股 这个最主要的伤害 那瘦足还能打赢吗 哇这边瘦足啊 贴个这边王林贴一个冰甲 确实很烦 打都打不动啊 主要还减攻速减移速 好烦 狼旗 派了一个狼旗去买大屁股出来 直接从酒馆买出来 再复活 有点来不及了 好花了几百块钱 终于买出来 买出来顺便 先把一个蜘蛛给切掉 切完蜘蛛住后 这个小Y补给一下一口奶奶过去 那大屁股又开始加入了战斗 一个网 把对方大屁股网住 哇这一局真的双方从头打到尾啊 各种团战 洛伯战 NC一下 好一个科多 差点被带走小Y一口奶 还是没奶起来啊 诶 四哥的大屁股也升到了四级啊 这打下去 亡灵英雄等级越高的话 感觉这边弗赖有点打不过了 好弗赖看到对方开了分框啊 先去处理一下对方的分框 好一上来处理分框 好一口奶 把自己奶上 小Y自己也好危险啊 而且小Y没有回程 看对方能不能找紧 就会秒英雄了 亡灵四级大屁股有点强啊 因为有这个三级DK的无线C 一级三级DK 还有一个辉煌光环 我们看上来 好一个 哇这个分裂伤害有点强 那感觉 受阻这一波有点打不过了 好受阻这一波NC六级小Y倒下 那这一波弗赖没有了呀 哇 看来首发小Y这个战术啊 还是有一些欠缺的 好我们恭喜四哥 这一波就是硬拼操作啊 把辅雷给拼赢了 好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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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